为了让秀林乡家政班员可以习的各项工艺技术 5月份开始在各村举办了研习课程 崇德A班经过六堂香草研习课 21号举行了成果展 班长钱美英和班员在学习过程中 学会了香草专业知识 同时他们也制作精美的各项产品 让班员们收获满满 秀林乡后所每年春天都会规划 家政班研习课程 在5月份和6月份在各村陆续办理研习 而在崇德A班则是选择香草研习 并且安排六个课程 让班员们学习不一样的技艺 21号也是最后一堂课 校园同时举行节训典礼 训练相公属命书胡孝明 从来村长卓明义 社会课长吕艾美 讲师和班员们来恭喜大家收获的一天 讲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那么好的一个活动 也是想他们更支持 这个更实用 这个不是拿来看而已 这个就可以带给家里 来做更实际的效果 那在这里我想说 在这里谢谢乡长 班员们表示 相当感谢乡长博明贵的支持 今年度增加崇德A班 让学们可以学习到来自天然的香草 这六堂课学习的东西还蛮多的 然后老师教导我们的东西都很实用 平常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像手工精油罩 还有一些洗碗精 还有沐浴盐 这些都是很棒的 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 可以再请亚力老师来教导 做一些更进阶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学过的东西 很新鲜 让我们感觉很好 是不是公司要不要再办 希望公司还会再办 好想再办 希望还有机会 我们很希望再来办一次 年底再想办一次 这个成果真的很棒 谢谢 有比较喜欢的东西吗 那是 如果说 老师的话 就可以教我们很多 各式各样的手工肥皂 还有一些手工的那些精油 还有一些艺人 我相信可以学更多 重大一般的班人们 是第一次开办香草语器课程 做上满满的DIY香草成品 可以说是班人们自己的成果 最晚开办的加证班 也是第一个决心的加证班 这一次的课程 大家可以说是 收获满满 记得继续学生报道